大家好,我是来自Otocount的Alex 这次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来自JCLY3的Samin Muford老师 嗨,大家好 和来自YYC的Jacky老师 Hello,大家好 主讲我们这次的全国SAC讲座会 首先我们有请Samin Muford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次的讲座会的内容 509后,全麦想人民的都在期待一样东西 你知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取消GST 那么我们的新政府就是希望你们 他们在上台的时候 他们也理性了他们的承诺 所以首先他们宣布决定从6变0 过后就是9月1号有SST被取代 那么究竟什么是SST呢? 其实这个SST是在以前就曾经Rose过了 那么后来被GT所取代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SST 我们可以说是卷土重来 那么这个卷土重来的SST呢 到底跟GT有些什么分别呢? 那么它跟以前的那个框架呢 又会不会有所不一样呢?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研讨会之中 回合大家的E的探讨 那么商家们呢 可要注意哦 在GT时代 你呢 营业额者一年超过500千呢 你就得去register了 至于这个SST和SST呢 它就有所不一样哦 SST你必须要知道 只有制造商 它会牵涉在内 而SST是特定的一些服务供应商 那么到底谁呢 会在这个框架里面呢 需要去注册呢 那么这个讲座会呢 我也会和大家 一人做分享 所以呢 这一场讲座会呢 有我 有Jacky老师在 那么是你绝对不能够错过的 然后我们有请 来自BarMyC的Jacky老师 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讲座会的内容 哈啰 大家好 啊 所以在这一次的讲座会 所以首先要先感谢AutoCount 啊 去让我们的机会在这次的讲座 所以就做一个进行的分享 然后也再次可以在与 Smin MyC老师做这个啊 做这个啊 GST或者是SST的人 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因为 一直以来啊 我们都是老搭档 就是一直都有做这个课程的 OK so 啊 在这一次的分享会里面 内容是很丰富的 因为啊 有Smin MyC老师帮我们讲解 啊 整个SST的那个 framework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怎样做的 然后我负责的部分呢 是要讲的是有几个套配 第一个是我们要讲的 就从这个GST 换去SST的时候 上架们到底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其实啊 准备了工作 你们剩下的时间其实不多 因为9月号就要实行啊 so是蛮多东西要做 例如是 Counting Software要改变 你的Pricing Structure要看 公司的那个Structure也是要看 所以有很多一些东西 so 我会一一的跟大家的分享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说 啊 刚才老师也说了啊 啊 SST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税务 就讲在 GST 实行之前也是有的 那个时候啊 GST 实行的时候 我也是帮过很多的商家 处理过很多的一些啊 一些 SST 的一些啊 啊 啊 包括关税局他们来查证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问题 so 我在这次很像会 分享会里面呢 就是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ok 啊 怎样去啊 避免有这些的一些错误 ok so 然后啊 另外一个个题呢 就当然是啊 要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想关于这个啊 啊 SST 的一个法令 因为 SST 的法令之下啊 我们讲是法令嘛 法令通常都会有一些啊 所谓的一些 offences 就是 会有一些就是 笨打地 so 我们也是知道 如果我们做错了的话 我们会不会把很多钱 所以我们知道过后 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啊 啊 SST 的时候 你们就会更加的 小心啦 ok 好 谢谢 谢谢 Jekky 老师 对整个讲座会的 一些内容的分享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对这一次的 那个 SST 的讲座会 so 我希望大家有业的出去 谢谢 SST 全土重来 重新开始